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仲江 管中民案真是没完没了 台大临时校务会议 通过鉴请教育部要尽速的发聘 教育部则是坚持台大要先重选补证瑕疵 才能够处理这个案子 台大校方杠上教育部非聘不可吗 没想到前副总统吕秀莲 跟张善政一起发声明 说教育部没有核准权应该要聘任 引来党内一片踏伐 而管中民则是呼吁蔡总统 在520前要解决这个风暴 这不就坐实政治力介入吗 另外TBC断讯民事新闻台第11天了 今天上午谈判依旧破裂 TBC态度非常的强硬 那他说这是合理的商业谈判吗 还是假借商业来钳制言论之实呢 而且谈判的过程就断讯下架 完全是不甩NCC不断训 不下架的原则 NCC还能说这是商业 可以放任不管吗 相关问题我们一起探讨 首先介绍今天的来宾 在我右手边地位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伟忠 中将好 大家好 自身媒体员吴国栋 中将好 大家好 还有国民党温川卫主委李明贤 大家好 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 大家好 也政治评论员张明佑 祝请大家平安 好 我们先来看 前副总吕秀莲和前行政院长张善政 共同声明 呼吁教育部应该要聘请管中敏 来看VCR 自掏腰包 在台北市大同区的人行道上 种上鲜花 前副总统吕秀莲 希望台北街景更好看 对前一天和前行政院长张善政 共同发出的 呼吁教育部聘管中敏 当台大校长的声明 他有备而来 让文健说话 公立大学 因为教育部本身也派人参加临选了 所以临选的结果 教育部只有聘任两个字 依法 言法 我的见解应该没有错 我不是不知道 这个管先生 根据报纸的讲法 是有蛮多的疑议 那这里面就回过来 行政处分确定 就是教育部聘任以后 如果其他有违法 不当的地方 可以另外提起行政诉讼 吕秀莲和张善政 5月4号同场活动签上线 对广案看法有交集 共同声明写道 他们是台大校友 鉴请教育部 依据大学法规定 予以聘任管中敏 强调不是支持个人 而是大学法中 教育部只有聘任 而没有核准之权 但这番话引发绿营反弹 立委段一康就批评 吕秀莲 眼睛花了 画错重点 台大要不重启临选 要不由学校或当事人 提起行政诉讼 但校务会议表决 禁止任何临时动议 没任何具体作为 吕秀莲还认同这样的结果 段一康发起 请吕老太太 重配老花眼镜的活动 讽刺意味十足 身为台大校友 看到现在的状况 当然是非常的忧心 因为一个学校不能仓行 没有校长 是希望能够尽快 有更长的共识了 这时候出来的力量 跟声音会更有力 张善政以台大校友的身份 强调挺的是法制 而不是庭管 但他除了是台大校友以外 还是台阁大董事 翻开台阁大董事会组织图 蔡明星为台阁大副董 管中敏是独董 张善政则是董事 先前已经被爆出副董 选独董当校长 现在张善政身为董事 还力挺管独董 自己人挺自己人 要将台大变成台阁大吗 好 管中敏案呢 真的是没完没了 我们一层一层来看 吕副总统 到底有没有搞错呢 来请教国东大哥 教育部呢 他说只能聘任 没有核准权 那如果说 私立大学教育部 都有核准权 那公立大学没有 那不是很奇怪吗 今天我没想到 跟李副总统 来辩论这个法律的问题 违法不违法 行政法里面 程序上的这个瑕疵 我们已经讲了 三四个月 如果说李副总统 从来不看电视 也不去问这件事情 今天突然冒出来 我们来跟他辩论一点意义都没有 他也不是眼睛老花啦 外界有人骂他老糊涂 他也不是老糊涂啦 所以段宇康不必这样讽刺 你再去问问看 现在是 我宁可相信 李副总统的精明计算 他另有想法 当然啊 李民进党的初选是全民调啊 现在大家都学科匹啊 大家都学你民进党的 某市长适合候选的一样啊 蓝营的选票他也要啊 所以他就开始来讨好蓝营 我宁可这样相信他 他不是老糊涂哦 管宗明是1月5号当选到今天 你李副总统如果认为 这个交易部不对 你1月6号你就站出来讲 我们还给你鼓掌嘛 你怎么会到现在才来讲呢 我都觉得计算太过精明 让人看不看手啦 可是他这样有没有错 既然已经要朝不理让 要自己提名了 如果选对会已经去征刑这些候选人啊 像李和姚文志啊 苏范智两个说他退董不来参加 楼梁不定是李少年跟姚文志两个在结来的时候 那姚文志到现在天天轟天 姚文志已经把自己限收在 立营的那一块里面去了嘛 对不对 那李副总统他除了立营他要 陈水北那一天 5月9号那一天 5月9号那一天 他就坐在陈水北旁边 可是他认为陈水北已经不够支持他 在台北市出选 赢得出选出选啊 他必须要来赢的啊 所以我宁可相信他是针对民进党里面部的 这个出选民调的大缓 所以你觉得他这可能是政治考 选举的考量 这倒是要问吕副总统你知道不知道张三振是 台歌大的董事 对 这一点你知道不知道 上次张三振跑去花莲当傅昆琪的那个 救灾的那个什么基金 那个什么什么 召集人的时候 我就在节目里面公开批判张三振制 我说你是基金会的董事长 台歌大的 那你干脆就把台歌大基金会拿出来救灾就好了嘛 你为什么还用人民百姓的 那时候我不能接受 可是我还赞美说他至少对管中民这个事件他从来不表态 那他现在又讲了 现在他表态 那我今天就要问副总统 李副总统 你是不是也对台歌大这个董事席位很有兴趣啊 我当然要这样质疑啊 现在所有台歌大董事他们都跳出来 你不是你跟台歌大没有关系 你还假装说我不是庭管 那这个事情明明就是庭管 哪里不是庭管 你是怎么把它切开我就不知道 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是管中民的问题 才引起今天这个混乱这个局面 换别人早就有羞耻心 早就说我不能做了 你不但是维法程序上不对 未揭露 已经讲这么多是一个司法性的问题 结果你李副总从没有讲一句这个 只拿这个大写法 李副总还台大法律性高材生活 他只拿一个大写法就要告诉我们说 依法教育部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就觉得奇怪啊 不过说实在张善政他去挺管中民也不意外 但重点是现在台大好像杠上了教育部哦 就是你非聘任不可 校务会现在整个都是这样的态度 还喊最后期限啊 挨的美都说限于520前 我说那520不准你要怎么样 造反革命 我看他也没有个种啦 躲了三四隔夜的爷们有那个种吗 如果有那个种 1月6号就站出来讲话了 那直接对上蔡总统是不是也是政治的考虑 说不要政治嘛 现在整个事件都已经太正常了 包括李副总统今天出来讲话 都是政治化的 已经都按照这个来讨论了 所以我说我不想跟他去争这个 争这个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们只想说好 选对会你们民进党看吧 你们出险如果要这样全民调的话 就有人会钻你这个漏洞了 现在蓝营人对李秀人非常欣赏了 我说将来他跟柯文哲对打的时候 到底哪一个比较蓝 我们要看看 好 现在看起来 管中民安是不是政治跟选举 通通绞在一起 来 威中怎么看 我们现在也觉得 台大校会感觉上已经是 杠上教育部了 你非聘人不可 真的是这样子吗 很有这个味道 因为这个林选委员会 其实在过去三个月 他的态度都没有现在 这么样的强硬 当时是以拖待变 现在已经是主动出击了 那甚至不惜 我看到我们校方 不管你是庭管或反管 其实蛮大一个公约数 是说希望能够达到校园自治 但是我们很多来宾也已经澄清了 校园自治不是你在校园的围墙里面 违法法律都管不到你 不是这回事 或者上级都管不到 那当然不可能嘛 所以现在我们认为说 整个林选的程序 包括这个管中敏 他的种种的 可能有擦边球 彩虹线那种争议 没有厘清 所以教育部已经很明确的 要求台大林选委员会 你就是重办林选 这个是正式的一个行政公文 一个行政的命令 他在不甩你 这不甩啊 然后就算台大的林选委员会 他要重新启动他的整个讨论 他不是重启林选 他重新讨论 也用种种的技术杯葛 弄到学生也看不下去了 学生会要求说 下个月要再提案 事实上从四月份的 当时的一个校务会议里面 学生代表就站出来说 所有的五个提案 全部被杯葛 被延后 然后本来不属于 发言顺序里面的 台大政治系的陈存文教授 他独占20分钟 反而学生没有任何发言权 所以这中间林选委员会 已经玩得太过 已经被把持了 我认为玩得太过 会不会现在如果说再提案也没有用了 反正不可能让你过 这当然很有这样的疑虑 那我觉得 其实把整个台大弄得乌烟瘴气的 真的不是行政院 不是外界 而是关启门来干的这个 领选委员会跟校务会议 今天这个管中敏出来讲说 要求蔡英文总统处理 当然有人第一时间马上说 你这不是叫政治力介入吗 其实我要说 身为台大的里面的学生 或者像我是台大的校友 我们更感到 不管你是庭管或拔管 更觉得脸上重重被打一耳光 那个绑在树上的黄丝带 不是都写着说要校园自治吗 那你现在管中敏要求蔡英文进来 用政治力帮你摆平争议 让你上任 这算什么 所以所有的学生完全被打一巴掌了 我觉得这个动作不聪明 对的确 我们说台大说 虽然不要政治不要商业 但问题现在政商都进去了 明显怎么看 这个所谓的管中敏 到现在还在拖 但问题是我们说政治 连管中敏也要蔡总统说 要赶快解决 说这个商业 现在张董也是挺二董 那也不是商业 不是都进入 也是把持了台大了吗 其实要回到说大学自主 到底说教育部有没有最后的准博权 其实魏忠自以台大出来很清楚嘛 其实民众在修法的时候 这民众在讲2005年 大学法那时候在修法 原本那时候在来讨论啊 一阶段两阶段 有人在讨论说两阶段 朝野学商就是说两阶段 两阶段所谓说 学校先处理之后 到第二阶段 教育部有最后的准博权 结果朝野大家主张说 要落实大学自主啊 所以教育部长杜正胜功 以后才一阶段 教育部没有最后准博权 以后通通尊重大学 国立大学就是尊重大学校长 大学临选委会 自己算 所以就这样通过了吗 所以那时候 你们那时候不是来议多数吗 国民党是多数吗 所以我说 如果没有习位是 有冒党 因为2005年是民党执政 所以那时候大学法是这样修正 所以只有对公立大学的时候 只有私校才有准博权 对公立大学没有 那这次的争议是这样 如果是真的有问题的话 譬如说这是 这是那个行政院有跨部会审查嘛 那跨部会审查 你的公文可以公布吗 那为什么用密件 我觉得这令人想不通 譬如说怎么做决策 谁反对谁支持 因为全民都关注嘛 这文件不应该用密件你知道吗 第二个好 第二个你教育部用 就说驳回嘛 驳回台大的这是 零选委员会的决定 那这算不算行政处分 教育部说不是 你不是的话 台大零选委员会 选出管总敏为校长的时候 你把人家驳回去 这是整驳就是行政处分嘛 你要给人家有一个行政处分 才能行政救济啊 教育部说这不是行政处分 管总敏也没得到行政救济 等于说法律程序没有嘛 所以我们只要求两个 第一个你教育部赶快解密啊 国同哥今天要要求嘛 公开透明 到底说你惩罚他的要求是什么 办了哪一条 把跨部会审查委员会的 所有人的资料 所有人意见都公布吧 这很卑微的要求嘛 反规上是不是有疏漏 他完全同意 必须要公开透明 这不能用密件耶 可是有一件事情 也是顺便告诉你副总统 一件维法正在进行中的事情 没有 你不能说因为他当选通过 那个维法等到以后 你们再去打官司 有没有违法的问题 你要主切的 他维法还在进行中的 有没有违法 不是你我认定 也不是吕副总统认定 那北檢查 北檢查他去认定 可是管中民当选 经过领选委员会 当选的这个资格 有没有问题 是要由台大 台大消费会 他前天也表决通过 那你现在教育部就要去决定 如果教育部不认同的话 他驳回 教育部也要讲说 这就是一个行政处奔 那行政处奔的话 那你就要给人家公文下去 你要让当选人管中民 有做行政救济的一个 法律程序嘛 不然你就要去那 我觉得教育部这一次会扣分 我觉得吕副总统 讲的不一定没有道理 可是看起来好像下级 要指挥上级 感觉那味道 那就是台大跟教育部的关系 是什么 刚才说过了嘛 大学法那时候修正 大学法对私立校长 他有两阶段的准博权 可是因为大学法当初修正的时候 他对国立大学 他只有一阶段 没有两阶段 所以杜正胜说 大学完全负责嘛 如果要修那干脆你要修法 如果民党要修法 你的大学法再修法 保泽目前法令没有嘛 现在看起来法规上 是不是有疏漏呢 冬浩哥怎么看 如果说私立大学都有准博权 公立大学反而没有 那不是显然不合理吗 这没有什么合不合理的 就是当初的法到底怎么定的 因为刚刚讲到2005年的那个事情 就把2005年的事情 再拿出来讲一次 2005年台大校长 那个时候台大林选回 就提出两个名单 一个是工学院院长杨永斌先生 补充讲一下 杨永斌是在台大林选过程当中 投票过半数的 第二位的名单是后来的李世成校长 李世成校长是杜盛政部长 教育部长杜盛政在2005年 圈选的 那当时为引起争议是出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李世成的得票 其实是比杨永斌低的 比较低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讨论 就是说杜盛政部长到底有没有领选权 就当时来看是有的 有的 那所以杜盛政就领选了李世成 李世成校长前校长 这次是停管的 那杨永斌当时的工学院院长就落选了 好 从这个地方 他就说台大当然是提两个名单 给教育部长勾选嘛 所以当年的教育部是有准博权的 他可以选择的 所以后来才有所谓的 要改一阶段 那你就回到 那你就回到看到大学法的本文 其实大学法本文在这件事情上 是模糊的 他就是聘论两个字 聘论两个字 如果你运作正常的话 当然就是 你给我一个就一个 你给我一个就给我一个 你给我两个我就可以选 所以他后来其实是 我们如果从那个角度来看 他其实是有点 在母法之下用办法来做修正 你就母法的文字上来讲 他没有交代 那这个权士权在谁呢 是教育部还是台湾大学 我算是用视线的方式 就交给大法官 就是你这个时候再去修法 都来不及 那你整个回过头来看 就是从大学法的修正 一直到2005年那件事情 直到现在 交给大法官吧 交给大法官 那台大校长可能要升学大半年 你只要一个 那真理是什么 台大现在已经决定了 代理校长那个郭大为先生 可以继续代理 对 所以校务 郭大为我相信 所以台大也不在乎就对了 反正就 不要说不在乎啦 即使视线或是杠上教育部 都没关系 因为台大行政部门的态度很清楚 他要么诉讼 对 你今天又把球踢回给教育部 那这不会有答案的 会拖在那里的 是 赶快进行视线 就大学法的这个第九条的本文 到底规定什么 既然双方争执不下 那么交给大法官 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方法 OK 虽然会要拖一点 旷日费时啦 第二个我还是要 我还是要讲一件事 因为在看管爷这个事情 我真的觉得我落伍 就是我落伍到说 我不懂了现在台大的利益冲突 跟回避是什么 我不知道 就是说台大的零学委员会 或者行政部门 认为说 管爷跟蔡明星先生之间 不构成利益冲突跟回避 或者说台大的利益冲突 跟回避的标准面 不包含这一项 台大是一个教学机构 他是要教学生的 就是在停管 或者是拔管 或者是教育部 到底有没有这个 有没有这个选择权 你就陷入到 最后都被解释成蓝绿 但是除了蓝绿之外 我只是想 我只是一直在问自己一句话 当然台大 他可以不用理这句话 就是说如果管爷这个事情是对的 林选委是对的 那未来台大 你们在教学生的时候 有关利益冲突 跟利益回避这件事情 就管爷这项标准 那也不用谈了 你打算怎么教 对 那这个因为不是只有管爷而已 包括当时 中研院院长 那个 对那个另外一个校长候选人 周美银 当时林选委会在开会之前 在校务投票 校务代表 投票的那个第二阶段的时候 也有人问过周美银 他是中研院副院长这件事情 是 就一个中研院院长 对一个中研院副院长 他们职务上有上下关系 是 他们是同事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用利益冲突跟回避 我的意思是说 你去看这个事情 跟会不会改变那个结果 是 是两件事情 也就是说台大 如果你是台湾大学的龙头 那么你自己在这个标准上面 可不可以也有一个说法 对 你还是可以选管宗敏 我觉得没有问题 那教育部有没有总博权 既然2005年的时候 这件事情没有交代得很清楚 因为他只在办法里面 各校运作方式 那你也不能说他没有总博权 各校运作方式又不大一样 那么很简单 你要么 所有政党形成公式修法 要么 就只好走大法官 否则我也不知道 这个人应该怎么办 OK 好来没有怎么看 现在是不是因为 法令上有疏漏 没有规定到 所以变成这个各自解释 那再来就是说 财团进入了大学 难道也不用回避吗 所以我要讲一下 吕副总统 我觉得他在认知法律 全面性的时候 应该去认知一下说 当时教育部 虽然派员参加 可是确实读懂的资料 没有在临选的资料里面 这是一个事实 那所以 这次既然是一个事实 吕副总统竟然回答说 你教育部不是有派人参加吗 在临选委员里面 也通过啦 如果这样就通过的话 表示说这个法是有问题的 所以吕修林副总统早上开记者会 他特别把第九条拿出来讲 我还很认真的去法务部调一下 第九条到底是怎么样 可是他唯一有争执的 我觉得就像东豪哥讲 他里面的法源确实是有令人矛盾的地方 比如说他第九条 在这个临选委员办法的第三项里面 其余委员教育部 可是公私立大学校长临选委员会之组织 运作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国立者由教育部定之 就光这一句话里面 所以就给教育部去解释 教育部有没有那个权利 既然由教育部定之 那就有了 那表示教育部长他之前就讲过了 我们现在反对并不是管中敏的问题 现在反对是这个临选委员会的组成有问题 没有利益回避的达到利益回避的这个事情 所以他认为有问题有怠惰之嫌 所以他应该扒回去说你要重新临选 那既然要重新组织临选委员会的时候 台大校务会议为什么这么贸然的 要开这个临时会 而且当时有学生要求说旁听 全部拒绝 拒绝你们进去旁听 所以我认为说在程序上 你要说教员自治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自治是在法治之下 而不是说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这是自治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认为说李秀莲副总统 他当然当过副总统 张善政除了当台客大独董 基金会董事长 他也当过行政院长 他应该很知道部会的运作是怎么样 尤其在发言的时候 把选委会拿来跟教育部拿来比拟 这是不三不四的比拟 你知道为什么吗 选委会他是负责你直选 选举直选 我们都是人民去投票的 可是这个是间接选临选 是委员会去临选 这个是不三不四的一个论比 所以我认为说 这是非常烂的一个引述 另外一件事情 既然在法院依据之下 你要深入全貌 让人家知道 让人民知道说这个问题在哪里 我也赞成郭东哥讲的 就是公开 教育部你把所有资料都公开 我认为是合理的 可是 可是 管中民有没有犯错 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要去解释一下吧 他既然有利益迴避的问题 然后既然有读董的问题 那这些应该拿出来解释 可是因为他隐蔽了资料嘛 这是事实嘛 那部分是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讲的 都不讲的 这四个月来 我们听 台大校方也不公布 我们听不到这样的声音 然后就任由校方的行政单位 甚至官方立场说要教员自治 这不叫校员自治 所以 所以我认为教育部在这方面 应该更谨慎的去发言之外 另外应该公布全貌 而且今天蔡英文总统 接受专访的时候讲得很好 他身为一个总统 如果他为了管宗敏的案子来介入的话 他这不叫做介入司法吗 这不叫做政治干涉吗 所以管宗敏反而对 他一直在高喊的反对政治介入 结果马英九 洪秀柱这些人 都去申请黄世代之后 管宗敏又说要蔡英文在520之前解决 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 过去马英九可以介入陈水扁的案子 请司法院长来吃饭 这个是介入司法 你要现在总统这么说 又要说校员自主 我认为这是很不合理 来 国董哥 那现在说修法有办法吗 只因为法令上没有这样的文字 那所以教育部就不能这样做吗 是还需要去视线吗 重点讲以前家里老一辈人都讲 这人头脑很简单 读书人头脑简单 当时在修大学法的时候 订大学法的时候 他们怎么会有想到说 有大财团会起于这一个 台湾大学会起于这一个 都没有想到 如果那时候想到的话 不是很多法把他订毒死吗 我们的法律经常漏洞一大堆 这个案子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 就是说 这么多人 他法令在 知道法令磅磅磅磅磅磅的时候 我们法令对他们不来 那法令不下 那不来 真的有财团 他可以借入里面去超重嘛 我们是在弃这个 但是不客气说 今天如果要政治力介入的话 我呼吁所有转台湾人 卡电位给你的立法委员 给立法委定出来 冻结台湾台海 今年一百八十月以上 三条 今年一百八十月 保障台湾台湾 大家来 让你郭大为 郭大为你长久带十年带校长吧 要有国家预算又不要国家监督 对不对 既然台湾大这么有钱 既然富邦这么有钱 我们为什么还要补助这个学校呢 人民的那 现在五月份 大家在交税金交我 还要叫 我们有一句最后叫做 五穷六节 五月散到六地坑一坑 六节是转的 五穷六节嘛 现在大家在没钱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一年一百八十月 让这个学校都在乱乱 乱到这样不可以改冠 台大会说没钱吗 这预算多到 对不对 多到什么 怎么会没钱 有时候还要消化预算 没钱这些财团会一直想要介入吗 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我不相信李副总统不懂 所以我今天对他讲 我宁可相信 你是出现想要操作的精心计算 不是说你真的对法律 真的认知差别这么大 一般八十你这样的一般老百姓能接受你这样讲话吗 所以我非常简单说 要修改法律什么都可以 如果真的要政治概念 我们都要求民进党立法委员 特别是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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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公开民进党的这些党团总招 你们是不是也给人家大财团收好啊 不要吃两话退回去了 法案都拿回去了 所以我同意 民贤刚刚讲 教育部你把所有公民 透明公告八十看 台湾大学也把所有 管中民定期的表格 怎么写公布给大家看嘛 对 我们在想还没看不说 你来的是什么 那是别人推荐别人写的 那你自己没有签名吗 对啊 如果别人说给你推荐去选校长你不知道 我给你选到一大堆 所以你不知道他怎么不把我选 我是台歌大学独立董事 那我们五次 但是你有签名呢 刚刚举那个院长跟副院长 我们也可以公开要求 中什么令 那个副委员长 中严院 中严院你刚刚讲的 中美 我们也请他 把你的推荐表格拿出来看看 你有没有写中严院副院长 如果你没有隐瞒 我们也谴责你嘛 对 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这个标准应该是一定的嘛 OK好 管中民案真的不要再拖下去了 全民都在看 我们先休息会 稍后还要再来关心 TBC断讯民事新闻台 已经是第11天了 今天早上有一场协商会议 不过还是破局了 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TBC还是这么的强硬 不过最新讯息是NCC 已经命TBC要即刻复播了 实际情况如何呢 先休息会马上回来 好 TBC断讯民事新闻台第11天了 今天上午的谈判还是破局 那民事也发出了最新声明 我们来看内容 这个是过去四个月的协商期间 不断讯不下架是通传会的一个最高原则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个TBC是既断讯又下架民事新闻 而且没有遵照法定程序 先做跑马公告 那对于通传会的规定呢 以及台湾法律视若无睹 所以呢 有关断讯百分之百的责任 是由台湾宽评来承担 我们来看第二点 那第二点部分就是事不过三 如果通传会呢 再次不分青红皂白呢 对民事警告以及开罚 那罔顾民事四个多月来的忍辱负重 那这个残害台湾新闻自由 完完全全是由台湾宽评 承担过失 那从此以后呢 由通传会概观承受 那民进党的蔡政府 当然也责无盘待 再来看我们第三点 所谓的商业模式 是不是合理 那第三点的部分 民事新闻的定价非常的单纯 就是每户每月两块钱 那这是民事新闻 给予全国系统的一致价格 也依照公平交易法的规定 必须遵循 但是呢 如果呢 他们能够证明支付收失率 远比民事家族为低的三例频道呢 不是每个月每户24块 而是比每户每月2块钱更低廉 那民事也可以考虑 给予全部的系统台同样的折让 这就证明 民事的授权金是非常低的 再来第四点我们看到 好 第四章的这个图卡 来我们看到 那如同我们的公开声明 再次重申 那民事新闻呢 临时授权的这个权利的 免费就托付给上级主管机关 就是NCC 那近期呢 NCC依这个情理法的原则 来斟主如何临时授权 来保护收事户的权益 那民事呢 也承诺不追究通传会 以及临时授权的系统台侵权责任 那至于台湾宽平呢 未符合公平原则的正常交易法则 如今呢 如果他清偿今年的前四个月 就一到四月份的这个授权金 欠账每个月152万 以及缴交本月的 就五月份的授权金152万 那民事将立即出具正式的授权金 那NCC呢 也发出了一个最新的声明 就是说双方对于这个著作权的这个 文字上理解有落差 那么也因此呢 在民事发出这个声明之后呢 他也即刻命TBC必须即刻复播 这是我们收到的一个最新讯息 只是说这样看下来 我先请到国动哥 我们看到这次民事新闻 跟这个TBC所谓的这个商业纠纷 但目前其实了解起来啦 真的是商业纠纷吗 还是背后有其目的 因为TBC的开价非常的低 低到不可思议 已经是低于所谓的合理的商业模式 那NCC可以视而不见吗 总讲昨天自由时报 有一批新闻报导 在这个 国际记者联盟 这个月11号至13号 13号就早 在台湾 第一次在台湾 九区国际记者新闻自由联盟 主席公开欧禄 台湾的新闻自由 亚洲的典范 我知道 看起来很爱笑 这个国际联盟 记者联盟的主席 不听不去参观NCC 也不知道说 民事新闻大家去用断信下架 如果怎样的时候 他说 我刚才把你 俄罗半天完 你的新闻 真不自由 划断就断 什么原因 到现在 我相信民事 你应该邀请 这个国际记者联盟 主席来参观一下 到底你俄罗台湾的新闻自由 哪有发行这种事情 也可以带他去拜风NCC 你们这个NCC 到底是在管理什么东西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拖11天没那么多解冠 对 不要说里面的求分是如何 我相信你卡电话 如果问大多数的消费者 是有看电视的我们的朋友 在家 你如果说里面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不然他听得很厉害 他就像是一件事 如果我每个月交钱 就为什么要看不见 对 像这件大家都放在心里知道 对 什么人来给我们交代 你真是交的事 对 你钱不是交的民事 你钱是交给你们同队的系统业图 系统业图 他就每个月来给你拖拆 给你帮好 收拾 收拾 每个月给你收钱 我给你收钱 他还有一张和耶稣 一张每个月走来给你 时间要交 你来交 时间不交 如何处理 都好像一个合约书 很简单的问题 社会才给你关心这件 当初我钱交给你要看有算台 你跟我说有这些台 不管是100台 2003百台 有什么人 我要看都有这些 我钱给你 结果你把我发振就振了 你怎么背上 这个消費者的管理 你要怎么補充 对 政府成立 NCC不是替我们主持这个东西 你不需要说我是尊姬 我是中立的 民事台 频道 可以是怎么说 NCC TBC 这个系统 要怎么说 我来做一个公正的重力 没有人专门 你做中立的 对不对不对不对 八十是要看我这个政府机关 到底有这个令人管理 还是没有 如果没有这个令人管理 那我们想去NCC 是要做什么 对啊 是一大堆人 交易金是一大堆 是这个官 那时候NCC在选主委 通过委员的时候 你看那时候 大家就在讲 背后都有财团照操控 NCC 每天 每天一家的 委员 租赁委员 这算你是傲标 常大的游说团体 你看这边 多大堆就好了 对 那时候我们说 多少你经过那些公正 可以拿八十做事的人 因为你这些都是 全家 现在看起来 都没工作 都嚎啸 是 所以怕你收起的时候 去怎么 没人够我们消费者 没人说 我基督 到底现在 什么人要对付一个交代 对啊 说回家也没有减费啊 对啊 不是减费而已啊 你整个是诈欺行为 是啊 所以每个人 如果去够诈欺 够这些系统 要诈欺 一方 一个官司 现在七十五万方 七十五万的官司 看你要怎么处理 对 这很简单的理由嘛 你才叫人家 你那些人不处理的时候 你逼着大家 你要号召大家来够嘛 打冰箱 不要怎么 现在很多东西都是打冰箱 打冰箱 大家来打看看 你现在说NCC的责任啦 他的责任是在于 维护这个产业能够正常 能够合理的运作嘛 你要做 那如果有人是用不合理的方式 那你要说你要中立 你必须要站在消费者 你是人民的NCC 你不是系统业的NCC 对 你要站在消费者 八十日中 来看这个角度 为什麽这个 新闻大家这样 对 所以我常常在记 姚文字三观两次 要把TVBS关掉 嗯 陈淳北讲我林肯没有政府 也不能没有媒体 对 对 我们当时欽费也说 啊啊啊 这个台权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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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 因为我委员大家需要啊 政治现金啊 参计要再搞啊 是 台湾这些人 扣这些人 没赚没赚 对啊 一般民众可能不晓得啦 那因为现在这些系统业者已经都被财团所收购 那特别是 这些财团背后如果是轻忠的情况之下 他可以任意用这个所谓的商业模式 来对你行这个前置言论的这个事实啊 你有怎样看的情况 如果说今天开一个价啦 低于这个市场行情非常非常的低啦 再来就说你的所谓的另外的两台 我就是坚持不要啦 说实在的 这所谓的合理的商业模式 已经完全不存在 问题是NCC完全没有察觉到吗 而1989年5月19号 詹艺华他自焚 他跟郑南荣一样他追随郑南荣 就是为了争取言论自由 那新闻即代表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所以每一年都有所谓的新闻自由的评比 那全世界台湾也名列亚洲第一名 可是我在面对NCC做对民事的这些处置之前 我认为这是真的 可是在这之后 TBC的事情之后 我认为一切的假象让我们觉得NCC很无能 为什么 从头到尾 郭北宏董事长 他有没有参与协商 有 为什么最后两次未到 因为每一次去你都叫我们授权 而且那时候我们已经公开说 你不应该再继续这样子 我们要拿到我们的授权金啊 可是他没给你就是没给你 一块就没给你 TBC一块就没给你 甚至你其他台湾台和第一台都要给你爱上架费 这就没给你的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在这四个月的协调当中 就董事长26次有11次跟TBC的协调当中 有不断训不下架NCC的要求 我们有没有做到 我们一样在传输 我们一样照NCC的要求 我们的讯号在传输 可是TBC连跑马规定的跑马公告都没有 5月4号就把你剪掉 直接断 直接断 到目前这时刻 明知新闻台的讯号依旧在传输 可是NCC不出来讲话就算了 你还各打50大阪罚了明知20万 罚他们330万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作为 那今天早上的谈判也破局了嘛 今天早上的情况可能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说 今天早上这个谈判很简单 就光授权金的问题 你有要付吗 你有要付吗 你连一块你就不要付 要怎么去授权金 而且4月26号开始 我民事新闻台的这个部分 授权的部分交给NCC你嘛 你NCC是官邦嘛 既然我们在商业上有纠纷 我把我的这个权益交给官邦来裁决嘛 4月26号就交發表声明交给NCC 不管NCC你做任何的授权 民事都不会有意见 结果NCC做公亲的人 他不敢去决定 所以直到刚刚才发出声明说 命令TPC即刻复播 宋善哥拖了多久时间 被断讯了11天 被断讯了11天 民事新闻台有76万户看不到 他们权益是受损的 民事一贯的立场 就是为了广大的收视户 不然不用那么漫长的去谈判 对 不过说实在 TPC很奇怪 价钱压那么低 然后其他另外一个数位台 通通都不要 那就让他觉得 他到底背后他是盘算什么 他不只不要 还要跟你收上架费 这一点是让我觉得 很不合理的地方 因为民事一向 就照着NCC的政策在走 维护了消费者的权益 那也照着数位化的政策在走 还带了两台 因为我们有无线台 好 那我们照你政策走的时候 系统验者对频道商开口 你NCC应该站出来处置 不然你NCC 资料到那些都担不担 不免让人家想到奇怪 因为其他的像凯博 或大台的系统业者 也都有其他数位台 就台湾宽平坚持 不愿意让这两台上架 所以你觉得怪怪的 背后的原因很奇怪 所以賴宗强律师 賴宗强律师 他的脸书就贴了这个讯息 讲什么 我们知道TPC背后就是鴻海集团 5月11号的股东会的时候 决定要减支300多亿 要增支200多亿的公司债 所以在那之后 同一天晚上 中国的这个证监会 就让他发行说 你未来所谓的这个富士康 互联网 你可以开始在中国招募股权了 我让你上市了 你知道在中国上市是不简单 为什么那么刚好在 你鴻海宣布减支 要发行公司在的时候 连夜选监会 中国选监会 票监会让你去这样子的 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合理 让人家开始怀疑说 是 TPC背后 对 是不是有政治力的揭入 是不是有中国的政治力揭入 是 不然那么奇怪说 20年来 民事都是同样的授权金 就是2块 是 我在这一句公调 民事不想多人收 就是2块 是 20年来都同样的介绍 其他 民事周边的台 都是20几块 对 但是民事不收 比人家多钱 你还要把我们偷上价费 你还要把民事偷上价费 民事跟你协商 你1块就不贏 是 你觉得这叫做商业谈判吗 对 所以不能让人家怀疑说 TPC背后到底是为了什么 对 照理说商业谈判 就像我之前举例的 有来有往 为什么飞到最后 NCC 你罚了先6万 330万 到现在才命令说你要上价 对 这是不合理 拖了多久 11天 这是不是政府部门的态度 对 还是因为民事强烈的去监督执政党 不管蓝绿 对 讲公大话 所以造成了威胁 对 说实在 照理说这个系统来跟电视台之间的 这个所谓的商业谈判或授权金 是不关民众的事 但问题是这个所谓的商业模式 如果明显不合理的情况之下 那恐怕这个不得不让人家怀疑背后 到底有什么样的企图 那特别是NCC的责任到底是能中立 还是应该要维持这个合理的一个商业环境呢 这当中是不是有些问题呢 先休息一会 马上回来 TBC断讯民事新闻台 那最新的声明就是NCC发出的新闻稿 即刻命TBC要即刻复播 在这边先请教魏忠 怎么样看下来的情形 NCC有没有失职 对于系统来如果放任不管 所造成对于这个钳制言论的伤害有多大 迟来总比不来好了 刚刚我也是坐在这边看到这样一个快讯 我相信如果说NCC现在厘清了事情 愿意硬起来的话 其实这样做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一般消费者不了解的话 可能会认为说系统台跟这个频道台 是好像一样大的 那你们自己商业瞧不拢的话 造成消费的损失上也无可奈何 事实上现在台湾的生态 系统业者实在大到抓不住 我们还记得几年前的整个反垄断的声浪 那个时候还不是系统跟频道之争 那只是要并购而已 要把两个不同的这个业者买下来 变成同一家 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的学生 我们很多这个对言论自由 比较有一些防范未然的 对就已经担心说 你原本两个还可以 是不同家的 还可以有一点制衡跟这个的效果 现在全部变成同一个 你要播什么就播什么了 我们的整个言论自由 乃至新闻自由 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所以NCC在做什么 白话一点说 NCC就是在负责管制这样子的公平的市场 跟公平的环境 那这一次这个延宕到11天 当然国动大会刚刚讲的 这个有可能 但是我认为说 大部分的我们的立法委员 我们的明代 其实都是本着良心 没有那么多人去收郭台铭的钱 那我觉得明佑讲的 这倒是有可能的 这时间点实在太巧了 赖宗强律师所说 你这个鸿海富士康准备要IPO 然后你现在就来弄一个 把台湾里面现在被认为说 比较本土的一个电视台 而且目前啊 刚刚按照几位来宾所揭露的 这个双方在谈判的这个内容 坦白说这个对电视台 跟系统台业者来说 那个几百万的授权金根本是 这个你说是因为 零头啊 真的是零头而已 然后还有两台是杀臂署要送给你的 我们现在大家要知道 频道那个上面的显示已经三位数了 难道说TBC它999到1的全部的频道都占满了 所以容不下第一台台湾台 当然不是嘛 天底下没有这样的事情 说我们的这个频道业者民事 他愿意多提供你内容三倍的服务 你明明有地方可以摆 你可以拿椅子跟消费者说 我提供了更好的内容了 结果说对不起我不要 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 NCC一定也知道 所以显不合理 显不对称的整个的争议 我想NCC今天来的真的是辞来的正义 那当然刚刚在休息时间 我们也在聊天说 可是如果TBC坚持不处理怎么办呢 因为过去11天来不是没有收到罚款 他还是坚持己见 我觉得NCC目前应该要不能做事做半套 你下了一个复波的命令 你就要设想说要沙盘推演说 那未来如果说这个系统业者TBC 他抗命的话要用什么样子的铁腕来保障消费者 说真的如果我有住在这个中立啊等等地方的一些 陶珠苗台中 陶珠苗台中 这个长辈朋友他们也会说很久没看到民事啊 不是八点党也不知道拨在哪里啊 我想NCC应该要本着保护消费者 不是保护民事 要保护我们的言论市场以及平衡现在系统台 平道台不对称的这样的姿态要做公正的采开 冬浩哥怎么看这样的情形 NCC是不是有明显这个倾向系统业者 到底有没有维持一个公正公平的一个立场 我先不谈NCC做得好不好 我问你讲 我因为我的户籍在南投 可是我礼拜六礼拜天是回竹北 竹北看不到 竹北是新竹县 也就是说我们在竹北呢 不管你搬到什么地方 或者你在新竹县搬到什么地方 你如果要看有线电视就是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就是TBC 另外一个选择你是选择中华电信 那是MOD 可是一般我们的习惯上大概都是选择 那不是两个选择 那是Cable就一个选择 对 如果就Cable就一个选择 你没有其他的选择 对 对 他们不能重叠 所以垄断嘛 对不对 对 所以你根本没有选择 那他要你交多少钱 你就多交多少钱 就是说 除了刚才前面大家讲的那个以外 其实有线电视这个问题 系统 频道商跟消费者之间 NCC其实应该要提出 想出一个更高 更高位阶的一个政策观念 也就是说 其实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讲 我住在哪里 我就选择哪里 我是只能接受 我除了要跟不要之外 我没有很多选择 我要了 我定了 他就是给你那个套餐 我也没有其他选择 对 这个套餐里面哪怕一半以上 是我不看的频道 我是没有选择 而且没有溢价空间 是 然后多少钱他想的算 对 你也没有溢价空间 但通常大家都会把它瞧得刚刚好 大家都会瞧得刚刚好 也就是说你再回来看这件事情来讲 它涉及到几个层面 系统商它是垄断的 或者我们讲它是寡头垄断的 对 频道商要复得营运经营 好或不好 它的除了收入之外 还有广告之外 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有一段时间在谈 这个美国的频道 他们有拍了一些片子 我相信很多人在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 那个资本都非常大的 对 我就不要讲哪一个 只要你看到的是外语的 甚至也在找了台湾的导演去拍过 如果一个频道商经营不起来 它可以做这件事情吗 你如果本土的频道商 不能有余力去经营这些来讲 对 本土文化怎么站得起来 对啊 你光有通路有什么用 你没有内容 甚至我讲一句话 就说你怎么可能起会到 有一天台湾的频道商 自制的节目 可以往东南亚 可以往东北亚 可以往其他地方走 对 为什么讲这句话 流星花园大利亚已经有影响 流星花园曾经征服过海部 流星花园曾经征服南海 可是今天台湾的环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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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